我們看這題目 單區舉辦技能檢定 共1500人參加 試問 第一小題 小鏈排名第987名 其百分等級為何 那麼這裡我們使用這公式 這第一小題 我們要求的這 pr值 這等於我們總人數是 1500人 那麼減掉 這小鏈排名是 987名 所以as等於987 那麼相減之後 我們要去除以1500 然後乘以 100 那麼這等於1500 -987 我們算出這是513 所以513 去除以1500 再乘以100 那這裡呢 我們100 跟這兩個0約丟 那麼這是等於 513去除以15 我們算出 這是34.2 那麼pr值 我們這小數部分呢 要無條件捨去 所以呢 這0.2的部分我們要捨去 所以呢我們這題的答案 pr值為34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大型百分等級為65 則可能的排名為何 那麼首先 我們用1500人 去除以100 那麼我們算出 每一個等級 每一個等級有15人 那麼我們利用這公式 我們先計算 這百分等級65 這最低的名次是多少 那麼這是65 這等於1500-A 去除以1500 然後乘以100 那麼這裡呢 這兩個0我們把它約掉 那麼15 我們把它乘過去 所以呢這1500-A 這等於 65乘以15 那麼我們算出 這是975 因此呢 在這裡我們可以算出 這A 是等於 525 所以呢 這百分等級65 最低的名次是 525名 那麼最高名次 我們因為一個等級有15人 所以呢 這裡是算一個人 所以還有另外14個人 因此呢 我們是用525 去減14 那記得 這數字越小呢 代表名次 是越高 所以這裡是用減的 不是用加的 因此呢 這等於 525-14 這是511 所以 大型版等級為65 那麼可能的排名為 這是511名 到 這是525名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